Python 其实在 Java 或者是在其他源 都有类似像 Break 跟 Continue 这样的一个控制 控制什么呢? 控制就是说当回圈什么情况下 要不要结束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VBA 里面的 像 Break 就 Exist For 那 Continue 的话 VBA 里面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这种 Continue 的叙述 不过我大概说一下 这有什么差别? 首先第一个 Break 的话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 sum 等于 sum 加 i 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把它写的比较简单 sum 等于 sum 加 i 你可以写的什么? sum 加 等于 i 也可以 ok 这种写法的话跟 Java 一模一样 不过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写法 你写这样也是 ok 的 我讲过了 其实有的时候 程式最重要是你是习惯的写法最好 ok 当然你至少要知道说别人有别人习惯的写法 你有你习惯的写法 那当然你就折一 那这种写法跟 VBA 是相通的 刚刚这种加等于 i 是跟 Java 相通的 但是不跟 VBA 相通 所以如果你写这样的语法在 VBA 是他无法执行的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写这样 ok 反正两个方法都可以 接下来如果今天 我先跟各位讲一个 Break 好了 比如一加到 1000 的话 就 999 执行的话 他就变这么多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 虽然我跑到 999 但是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在程式里面 当什么 当他跑到 99 完之后 就不要继续跑 就 Break 了 那怎么叙述 其实你可以配合 if if 什么呢 if i 这个词 如果他大 他如果什么 大于 99 的话 也就是到 100 冒号 Enter 你可以什么 把它 Break 掉 如果你加了这个叙述的话 哪怕虽然他是跑到多少 应该是 1 到 999 可是如果你加了这个叙述的话 他到了 100 就 Break 了 也就是说他到 99 加到 99 就跳了 OK 这个 Break 真的有点像刹车 反正我今天叫你一直往前跑 虽然我可能跟你讲的很多 但是我中间设一个什么 一个中段值 中段点 到那边你就停了 不过有的时候 这个数字经常是变动的 可能就是我也不确定 反正到时候我有一个数字 我到这边就让你 Break 掉 所以这个 Brea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加这个 Break 的话 它是底下这个结果 但加了之后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4950 也就是他跑到多少 他跑到大于 99 就跑到100 100的时候就 Break Break 意思是说到100了 他就 Break 意思是说他就跳到这边了 他就不会执行到这一行 所以下一行 这个就不会走到这里 也就是不会再加100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 Break 的话 有点像我到这边停下来了 停了 他就直接跳离了 他就不会再执行下一行程式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Break 这个 Break 相对 Continue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OK 第一个 Break 部分 就是如果我今天让他跑的比较多 但是我希望让他到跑完99就停了 那就加一个 Break 叙述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Continue 假设我今天 Continue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这个把它恢复好了 什么叫 Continue 比如说我刚刚到100 第二个是说 那假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用 Continue 帮我算什么 算 1 加到 99 的基数部分就好 基数 那里面的话 我强制一定要有一个 用 Continue 的叙述 帮我完成的话 该怎么做 那所谓的 Continue 我跟各位讲 Continue 意思就是跳过的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看到 Continue 他就会直接不执行下面的动作 而跳回到哪里呢 如果这边有 Continue 他就跳回到前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1 加到 99 的基数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 一样加一个逻辑法 如果 i 的值 特别注意 所谓的基数 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一个叫百分比 这个 Percent 是什么 求余数有印象 也就是说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 2 的余数 基数如果除以 2 应该余多少 首先要等于它 vaya 等于 这边 Caio 等于 1 等于 aquí 这边不能是只有等于 一定要等於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 意思是说 他这个的结果如果等于 1 在 Paio 等于1 当他的I的词 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Continue 后面加一个C 打一个C 你会把他自动跳出来 Continue 这个叙述意思说 因为我要的结果是G数的 这个叙述意思说 如果当I的词 假如说是偶数的话 那就帮我Continue 这时候怎么样呢 他就会帮你跳过了 就是意思说 不会被执行到下一行 而是直接再跳回到上面 也就是什么 下一个值吧 所以 1 所以如果假设法 这个数字1到这边 1除以2的余数是不是0 不是 不是就不会执行Continue 而是执行下面这个 那如果2的话 所以再下一个 下一个就2 2如果除以2 2是不是等于4 4的话就Continue Continue它怎么样呢 就不会执行下一行 而是执行 就会绕过去的意思 应该可以懂Continue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Continue好不好用呢? 其实它有它的用途 只是可能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少用到Continue 但是如果要用的话 我也大概知道 你该怎么用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也就是我们计算什么 1加到99的基数部分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当然如果你说 偶数的部分 如果加偶数的部分的话 很简单 你就要把它执行一下 OK 2500 OK 如果我今天要是偶数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呢? 其实只要什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偶数的部分的话 那应该就变1了 因为1除以2等于数的 1吗? 3除以2等于数的还是1吗? 诶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的这个除完的结果是有余1的话 意思就是说 把什么? 把基数的都跳过 剩下的偶数 累加 OK 慢慢执行 有没有? 2450 OK 差50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Break 跟Continue 两个的练习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吧 这两个其实蛮重要的 那当然 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基数部分 除了写这样之外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豆点二不就好了 也可以哦 对 只是说 当然有的人刚好没想到 他想到这个 他写成这样 其实你也不能说他错 只是说他想到的方向不一样 那当然呢 如果以程式的简洁度来看 当然写这样是最好的 没事你干嘛多两个 OK 可是就是真的有有些人 有的时候就是他突然忘记 有更简单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写成说 第一次写可能不一定是最精简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发现 哦 其实这地方可以再把某些东西去掉 或者有另外一个写法 可以让程式的逻辑更精简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滑给各位 第一个是break break就是 假设我跑1到 1豆点1000好了 或者大概到 if i假设是大于99的话 冒号就把它break掉 OK 另外一个continue 谢谢 谢谢 3 5 7 ∏ 8